大家好,我是清晴老师 有粉丝朋友总是说 哎呀,高音太难唱了,唱不上去 哎,唱不对 为什么唱不对 为什么唱不上去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是气息 第二个是腔体 第三个原因是你的舌头位置不对 这个舌根用尽了 舌头没有自然的放松 所以说你的身带力量 也就变紧了 你的高音就会容易被你的身带 这个肌肉扯住了 它不放松就没有一个自然的震动的状态 那明白吧 你看啊 祝我若是其风亏 我也不会离而去 看到没有 我的舌头是放松的 是自然接触下牙齿 并没有往回扯 也没有翘起来 所以我的身带是放松的 所以唱歌不仅气息要好 同样舌头要放松 舌头放松 我们的舌根才不紧张 舌根不紧张 喉咙才会很放松 来一起演唱一首歌曲 生死相依 我苦练着你 我苦练着你 放松 舌头轻轻地接触下牙齿 放松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就对你心想 所以当你放松了舌头的时候 你的喉咙放松了 整个腔体随着也就打通了 高低 全是在通道里可以进行歌唱 好 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 只能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收藏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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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